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这种类似不能解释东西就跟当初中共病毒的2.0出现状况 是完全完完全全一样 他的推论结论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在他的报道当中就引用了 这是我们讲原文 就引用了来自英国跟美国的不同的医学专家 那医学专家呢 他的解读说法都是对比2019年 当时同一个内容 同一个网站发出等同类似的警告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太注意 他们认为 OK 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发生流感的时间 所以就变得很正常 这是他们当时的推断 他们承认的是一个巨大错误 那这一次病发 是中共庆祝国庆节之后出现 10月1号国庆节之后出现 到了11月份就出现了巨大的 就是巨大的警喷式的爆发 那到了11月份警喷式的爆发 朋友说为什么 李克强死 李克强死 你可以不接受啊 他就是这种标志性的 按照涛哥原来讲过 大个的一定是落在病上 那而孩子们染病呢 可能是个警示 最终如果他出现改变 现在不知道 在他们来讲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被称为神秘分源 再次肆虐中国北方 以北京天津辽宁为中心 那我们讨论就是说 看到他是一个初期的表现 那他的症状也无从解释 跟国内的说法也不一样 但是国内呢 北京的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 承认 他说病毒 这种病毒的耐药性太强 那已经没有 没有一种很特效的药 能够对付他 但这种病毒是什么 他还没说出来 他主要是按照 支援体肺炎去说的 就是行走肺炎去说 但是现在看呢 却被他们 被国际环境当中 不认可是那东西 所以这是出现的 我们跟大家解释 这是出现的根本的差距 那我在我的角度来讲 我只是警示朋友了 我眼睛里看 他会延续过来 然后真正大爆发 还没有出现 北京辽宁的医院 闯不过气来 学校停课 这个科学家 科学家呼吁 中国必须保持透明度 不能再像四年前 他说关键就是 这种东西跟2019年当时的状况 极其相似 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 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 出现状况 那也就讲说意识大爆发 症状不寻常 肺部发炎 白费 发烧 但不咳嗽 所以他不咳嗽 是把这个 把这些人吓坏了 布朗大学 流行病中心的主任 Jennifer 令人震惊 她说 所有国家必须要保持警惕 因为中共掩盖 03年在掩盖 19年在掩盖 所以这是第三项 你让我说就是第三项 WHO的传染病医生 这个人叫库帕利 测试公开结果至关重要 这种疾病可能是任何东西 而伦敦大学的专家 博士认为 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中国爆发 未诊 就是未诊断的肺炎报告 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会怎么样 他说那是2019年12月份 我绝不会犯等同的错误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伦敦 美国的布朗大学 WHO 那他们都在对 他们都没有确定 这种肺炎是什么 大家要明白 这是跟国内的巨大差距 定性上的巨大差距 他们认为这是不明肺炎 而不是行走肺炎 不明肺炎 症状是极不寻常 那而这个 而这个表现出来 跟SARS2.0是一样 昨天晚些时候 警报透过叫Paramine 传出来了 大型的公开的 全球的监控系统 专门是对传染病 2019年12月份是一样的 然后台湾电视台FTV 我不知道FTV 它指的是什么 医院被儿童压垮 家长们开始质疑 在掩盖疫情 那有人怀疑 可能是与支援体肺炎有关 进入冬季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这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讨论 就是在国内的讨论方式 但是他们不接受 国际环境中不接受 美国英国都出现过流感等相应的激增 他说但是呢 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就诊 很不寻常 我们原来认为这是季节性的 但是他说为时过早 任何决定都是为时过早 下面就大规模的介绍 作为英国的美日电讯 他就查看了来自于中文媒体的 很多介绍资讯 来描绘这整个现在这种 严重的程度 无法获得支持 无法获得调查 北京疾病控制中心说 10月初开始的这种爆炸的病例 有医院的儿童科说 需要等待24小时 这个我们看到过 那人们在 我们在接电话 一天要接上千个电话 那到 而今天预约的 明天才能看 那国营海保新闻报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说太多病人了 所以在下午 就停止接受病人 超过了医院的复合承担 辽宁情况更严重 大连儿童医院 完全都是挤满了 就是输液的孩子 那大连中央医院说 病人必须排队两小时以上 全是急诊 没有门诊 学校取消课程 现在呢 开始老师开始出现状况 太多人住院 没有咳嗽 没有症状 指高烧和肺结核 肺结核 肺结核可能就 其实通常说的是白肺 未经 然后 这个监测中心孔 这是Pyramide 未经诊断的 不明的呼吸道疾病 正在广泛爆发 何时开始不清楚 但集中在儿童身上 迅速传播 急不寻常 这是他的定性 这个定性 我觉得对今天所有中国人 是一个非常巨大警示 它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定性 什么 不是 报告没有说任何成年人受到影响 他说呢 正在等待有关中国疾病的病因 和更广泛的确认 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肺部出现气囊跟农业 肺炎一般不会传染 但导致肺炎呼吸道病毒跟戏剧会传染 这是病理本身上 然后提到说 行走肺炎通常是疲劳咳嗽这些都有 但现在的状况 它不是行走肺炎 它不咳嗽 对吧 它不咳嗽 它只是发烧 高烧不退 高烧和白肺 这是不是行走肺炎 所以这就不是肺炎肺炎 这个概念就不一样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直在讲述 这些人在西方的媒体的报道当中 都能够分辨出 什么是肢体肺炎 什么不是肢体肺炎 在国内的医院 却没有这个能力 医生却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提出质疑的 也就是说国内医院并不是没有这种能力 那是不是医生本身并没有能力发现它是什么 或者在掩盖什么 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10月初国庆节开始了 然后很猛烈 发现了很多混合感染 这就是国内的说法 那11月份达到高峰 而抗药性急剧增加 抗药性跟耐药性急剧增加 所以这是他表示的 那目前很少有儿童死于行走肺炎 它不是行走肺炎 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出 整个报道的矛盾性 就是完全凸显出来 而这种矛盾性在重复着 2020年的错误 在重复着疫情 非典3.0 COVID 3.0 你让我说是这样 但它最终爆发不一定在儿童身上 它有可能转移到 它所设定的人身上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